那看到媽媽這樣呢 我媽媽你知道嗎 我這樣講我媽應該是可以那個的 媽媽沒有在看電視的 她重男輕女的程度是相當嚴重的 對 她可以比方說我們兩個同時前後進來 她可以看到我可以笑咪咪 笑得很燦爛那一種 兒子來了 對 但是她看到我妹妹以後 她可以馬上變另外一張臉 真的喔 所以我其實我 妹妹應該會怨吧 怨啊 怨當然會了 但是這兩年多來 真的我尤其是她中風第一次 我都在苗栗拍戲 我會瘋掉我每天要回來 我妹都會跟我講說 沒關係你能回來再回來 不回來我有狀況我會跟你說 真的 我後來願意分享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到我跟我那個朋友 他是那個中山北路長青角族館的那個 他父親就是長期中風 然後他只跟我講了兩句話 他跟他媽媽 他說 他說你完全用什麼方法都沒用 你胸也沒有用 你好好的勸他 歸勸他 都沒有用 你如果他真的情緒不好的時候 你緊緊的把他兩隻手抓住 或者是把他抱住 就這樣子 其他你都不用做 但我不知道 是不是對每一個病患都受用 但是這個方法真的很好 真的非常好用 對 你等於讓他情緒整個平復下來 因為你說什麼 或者是你做什麼 他完全 他的那個腦神經是接受不了的 都沒有用的 我們也曾經 我跟我妹妹在醫院 他 你知道他 那個護士在幫他打針 然後要 他踢護士 打護士 弄得整床都血 你知道嗎 那個 我在我的心態 當然很難過很心痛 我父母親這樣 可是我會很拍誰 會對於護人員非常的拍誰 然後跟他說 你不要這樣子 或是怎麼樣 那沒有用 真的去把他抱住就對了 也就是說照顧媽媽的重擔 即使妹妹分擔比較多 比我多 我覺得比我多 可是媽媽又這麼重男輕女 她都沒有怨言 沒有 她反正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兩個互補的地方 是她一通電話給我 我安慰她 她就接受 她就沒事了 我覺得這個是 我剛剛又要說 第一個就是要謝謝我那個朋友 第二個就是 要謝謝我妹妹 就是我願意出來分享跟大家 我覺得有一個這樣子的家人 對我來說是我後面 那你 你當著她的面有謝謝過她嗎 沒有 從來沒有 你看我跟她LINE也是 我跟她LINE 我都幾乎都說 她比方說 她說哥 那個媽媽下個禮拜要付檢 你可不可以去 我說我在台中拍戲 你去好不好 然後就這樣子 我就說 她就說喔好 我們也沒有 那你為什麼不當面跟她謝謝 因為我一直覺得 我一直覺得她跟我一樣 也不是當面說謝謝 畢竟我是哥哥 就是 哥哥就不能謝謝 也不是說不能謝謝 我都沒有去 我都用 我都用 我都用動作去 我都用動作去 去那個 我一直到聯合報來訪問我 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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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經訣 因為我要去 聯合報是今年訪問我 變成我要去 把這個過程通通回想一遍 通通再重覆 全部敘述一遍 然後 那個最後結束的時候 他問我說 這兩年都來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說 我才經訣 我從來沒有寫過我妹妹 所以現在透過電視 對 那天有說 聯合報那天有說 聯合報那天有說 對 因為這一路走 我不騙你 拍戲的人你們也知道 也清楚 動不動就中南部 尤其現在大愛的戲 幾乎都到中南部去拍 一去就是要十天半個月 很少回來 我真的我不騙你 如果我沒有妹妹 我什麼都不能接 其實可以了解他的心情 因為其實在我們看到的案例裡面 越折磨的 反而真的就是越孝順的孩子 就是那個心情上 對他的壓力其實是最大的 真的 因為他看到自己深愛的家人 變成那個樣子 而他又沒有辦法 直接的去照顧他 比方說像建民的狀況 需要妹妹去協助 對他來講 其實心裡的那個糾葛是 牽扯是很大的 有一天下大雨 他前一天就問我說 哥明天復檢 如果你不能來的話 我帶媽媽去 那因為我媽媽 他不能 他只能坐在輪椅上 他完全沒辦法自己走 但他守的活動力還可以 可是就是一定要 一定就是要坐在輪椅上 結果那一天通告取消 因為下大雨 那我就去 我想說那我就去好了 因為我知道時間 我就去 我一去了 車停好以後 他那個安養中心是舊公寓 但是有電梯 有電梯 然後我就看 但是他那個是 他那個電梯是 先有一個小的樓層 才有那個電梯 然後我就看 剛好看到我妹妹 因為我妹妹很瘦 我妹妹才47公斤 然後她一個人去推 她一個人推輪椅一下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 哇 這實在是 辛苦 是 讚 其實她 小時候哪一個被你喝光 沒有 我對她很好 這個為什麼說 醫院要你們出院的時候 才是你最茫然的時候 對 因為 我後來跟我妹妹討論 因為那一段時間發生一件 很嚴重的事情就是 什麼看護她都沒辦法接受 不管是台灣的 然後請外籍的 她都沒辦法接受 為什麼 我不知道是因為 是因為什麼緣故 她就是 她就是不讓人家碰她 她就是不讓任何人碰她 有很多這種的病人 對 那個 我一直到 一直到後來 確定這個安養中心以後 我才把 我認識的看護的電話刪掉 因為 因為 我都會打電話拜他們說 你再忍耐一下 等我找到 等我找到 不行啊 你媽媽實在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媽不讓外人碰她 對 不讓外人碰她 對 那 這個政府的資源提供了如何 那個是後來到了這個安養中心 以後安養中心的人 才跟我們說 你們可以去申請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才慢慢慢慢清除 然後我妹妹才去跑 本來都不知道 對 本來都不知道 也不是不知道 就沒有想到這一塊 對 是是 所以 政府可以提供什麼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好像長照的部分 只要你的 你的 好像那個 蠻寬的 就是你家裡面的收入 沒有超過多少 你都可以去申請 我補充一下 其實 我爸爸也是失智 他雖然是 男人 可是他很討厭外用碰他 他算是男人 剛才 那個惠文說有性騷擾 我爸相反 他反而跟那些外用說 你又不是我老婆 你為什麼要碰我下面 因為要換腰部 對 有的會指弟 一定要老婆做才可以 你手把他撥開 然後撥開以後就 可是我爸以前打網球 手勁很大 所以外用都以為我爸在打他 所以 也跑了十幾個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們有青黃不接的時候 如果一定要用合法的話 所以我們就用了長照 是 長照我們家的收入 也不是說符合低收入戶 可是只要評估是重度的 他就會給你大概 最高一個月大概到98個小時 那當時我們在青黃不接的時候 我們是用這樣的方式 比方說早上一個兩個小時 然後下午一個兩個小時 就是在彌補 就是請不到外用的一個空窗期 所以為了找 這個叫喘息照顧 對 你為了找安養中心 有找很多家嗎 好幾家 好幾家 那 板橋有兩家 然後新店一家 後來最後一家 總共五家 第五家 現在這個第五家 是 那為什麼要找那麼多家 因為我自己對環境 有一點點的要求 但我就希望我媽媽就不要 因為老實說 有的安養中心灰灰暗暗的 然後美味很重 對 所以我就是跟我妹妹還蠻 那那個是更新醫院的人 介紹我們說 那邊有一家還不錯 你們可以去看看 然後我去 真的還蠻好的 對 很少 很少 很少安養中心可以這樣子 採光也OK 更新的嗎 對 更新是做得很久 很專業的 採光也蠻好的 然後整個環境的 都維護得蠻好的